大家好我是PonBone 本部片段來分享一下 將本人王國5月18日的更新公共內容 要快速來看重點 首先第一個 新增了特別區域 赤龍甦醒的傳說 相關特別區域有分所謂的一般跟暗黑模式 以及他這邊的話是必須要使用隆鈴耳謀比 然後每隔一段時間會恢復 同時也可以用禮包或者是活動的方式來額外獲得 然後這邊特別注意一下 相關的門檻是必須要完成 炳鋼奧德賽的第三章 或者是使用水晶才能立即解鎖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新的區域 他並不是用體力 那我的體力現在存的快700多 然後加上一些體力沒有領全部加起來大概1000 12001300吧 那就拿去抓素材喔 目前看得出來他這邊就跟你講說是必須要用鵝毛筆的 好那我這個體力是白存了 接著來看一下重點 新增龍竹的火龍果龍竹餅乾 官方這一次真的很特別 就是我們之前一開始的時候是只有傳奇 然後上古 然後之後多個史詩 接下來多了龍竹 哇餅乾的頭銜越來越多耶 火龍果龍竹餅乾是屬於突擊型的 技能的話是可以發動龍之劍術 同時他也是首個龍竹餅乾 技能的話就是發動兩次的劍氣傷害 並可以減少所受到的傷害 發動劍術之後可以發射龍之吐息 並可以造成無視傷害抵抗的造成傷害 並減少攻擊力喔 所以你看喔現在官方就開始就是多了一些什麼 屬性傷害啊無視傷抗啊 然後一堆減異效果啊之類的 差不多都是長這樣子 然後再來還有跟你講說 發動技能的時候可以 疊加所謂的火龍果增益效果 最大值的時候是可以強化技能 就是上述的技能他有更進一步的強化 無視傷害抵抗之後呢 並可以賦予火屬性的傷害 然後變成龍的時候可以額外增加暴擊力 並解除所有的減異效果 那這個減異效果目前 看起來 包含像新陳餅乾 以及還有所謂的那種雪落跟冰霜女龍的冰霜效果 之類的東西應該是都可以全部解除 所以 好像是可以有不一樣的玩法 就是如果他可能全塞攻擊配料之類的 那可能優先讓新陳餅乾去打一打 那也許他之後就可以又解除減異效果 那這樣子的話也許可以克制新陳餅乾在競技場上面的表現 目前我推測下來的話感覺是以這種方向去思考 以及還有他未來可不可以打龍之類的 都是來觀察的 OK 接著火龍果龍竹餅乾可以減少遭到龍竹等級傷害的攻擊 那這個應該是跟那個新的那個區域是有關聯的 並根據 配料所增加的攻擊力的比例 然後來增加傷害抵抗 發動效果的期間內就能抵抗來自敵方的干擾 所以就差不多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然後在競技場的時候 每隊最多只能夠配置三個傳奇上古和龍竹餅乾 過往的話是只有傳奇跟上古 這一次的話是新增龍竹餅乾 所以意思是這樣子 如果你在打PVP的時候 可能就聖莓果香草然後再搭火龍果 蠻的就這樣子 剩下你可能就搭配其他的史詩餅乾 就意思類推 之後呢接著 新增了超級稀有的皇家人造奶油餅乾 我真的覺得官方在取名字的時候 我覺得人造奶油或許有一些可能像魯瑪琳之類的 就他有一些可能 皇家魯瑪琳 我覺得有一些比較 用詞可能會稍微可愛一點 比較符合餅乾的設定 那你直接證明了這個叫做人造奶油餅乾 說實在的有點微妙 就包含像上一次的辣椒樹也是一樣 你可以取一些可能 更厲害的辣椒就是比較可愛的名稱 而不是直接這樣直翻 我覺得這個東西跟餅乾的思維有點跳脫了 好那快速來看 技能的話他本來是一般就是可能正常餅乾狀態 發動技能的時候是搭成了奶油飛龍 可以針對攻擊力最高的三個敵方就有發射火球 造成傷害以及中毒狀態 並減少攻擊力與防禦力 感覺也可以打龍好嗎 還有增加所謂的解憶效果 我的天好 感覺好像就是那種打紅絲龍蛋糕龍的要素都已經有了 增加解憶效果還有一些中毒狀態blahblah之類的東西 發射奶油火球之後 會快速衝向敵方然後造成傷害 以及持續數個比例的額外傷害 那因為他是奇襲嘛 所以通常來說這種發動技能的瞬間應該也都是無敵的 所以感覺未來這隻角色拿來推圖我覺得也蠻好玩的 接著姻緣大廳 這個跟這次的赤龍改版的劇情應該是有關係的 那這邊有講說是 特殊姻緣的餅乾成長 並獲得期間限定的這一翼效果的模式 我們看到官方有給的相關的一些圖片 目前看得出來這個姻緣大廳真的是跟新的赤龍劇情是有關係的 所以到時候可能要好好的來刷一下可能相關的任務之類的 或者是有特定的活動 然後再來這些姻緣大廳還有所謂的寶箱 會有 齒相碎片 綠字精華以及龍字力量 相關的特殊配料以及相關的素材都是期間限定的好嗎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感覺這一次的改版劇情真的是蠻多的 之後還有另一個東西 餅乾機率UP扭蛋 我覺得官方這邊在寫公告的時候 他應該是要把 這個特別機率UP的模具卡 放在最前面 因為我相信這個應該是翻譯直翻的關係 就是 一開始看到這個 餅乾機率UP扭蛋玩家沒有很興奮 但是你要看到明講的是說他這邊是 必須要使用特殊機率UP的模具卡 那這個模具卡是可以透過 期間的活動獲得 獲得是 課金之類的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這樣沒錯 那這個UP卡的話你這邊就是可以把 遠針對的聖莓果餅乾 野莓 冷咒奶油 相關三個餅乾 就是你可以有更高的機率可以獲得 那這個UP卡的話它是有一些藍位 你也可以選擇其他的稀有餅乾 相關的機率 也都會是可以做上升的 目前看到是這樣子 那他這邊有講說 重複選同一個餅乾的時候 獲得機率將可以更大幅的提升 因為還有額外兩個藍位 目前是這樣子 接著新增了全新的特殊配料 相關的特殊配料就是裝載在火龍果 燃州奶油 是莓果以及野莓 目前的話它是說是5月18更新的時候 僅可裝載於 這4個餅乾 未來如果還有在其他龍之峽谷的更新 就是一樣造就 相關系列的餅乾 應該還是可以繼續陸續裝備 大致上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特殊配料的附加能力 跟先前的都是一樣 就是官方定期的話會出一個主題的特殊配料 也許新人玩家可能會不太懂 老玩家們就知道 每個主題都有一些特殊的餅乾 你在洗配料的時候 就有更高的機率可以刷出好的配料的附加屬性 大致上是這樣子 再來新增優化與修正的地方 這邊新增的5個配料同時強化的功能 就是大家喊了那麼久啊 配料終於可以稍微更快速的來洗 這是一件好事 那還有其他可能 配料保管所的部分 以及還有就是 部分配料的預設功能這邊都有做一次性的優化 那就看到時候整體的狀況怎麼樣 目前的話他寫了很多 可是我覺得重點的話應該是這個 5個配料同時強化的功能 餅乾的部分這一邊 他是把部分的餅乾的基礎屬性有做調整 但是我覺得這邊很可惜的地方是 餅乾們這些氣泡飲薄荷石柳之類的 他應該是要把技能調整 而不是他的屬性調整 不太懂官方的這個意義在哪裡 那氣泡飲的話他的體力加了非常多 有此可知氣泡飲真的是 還蠻慘的 那即便這樣調整完氣泡飲他的技能並沒有額外的去做任何的 大幅的來修正 那基本上還是就是可能在倉庫裡面幫別人搖飲料啦 大致上是這樣子 目前看起來比較多的餅乾他多是加體力跟防禦嘛 但是沒有把 技能有更進一步的強化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接著寶物的部分這一邊他是把部分的寶物 相關的一些技能的小數點 還有一些趴數有稍微做提升了 大致上的話就是把一些舊有的比較冷門的寶物有做點調整 比方說我覺得 其他的話可能就是固定的趴數 但是像花環的部分還有增加額外的爆擊傷害嘛 泳圈的話也有增加額外的體力加了蠻多的 然後再來美果項鍊 除了加體力護盾之外 傷害抵抗也加了蠻多的 我覺得這次還不錯的 裝飾跟王國背景這一邊是有新增了這個龍之峽谷相關主題新的東西 然後還有 學新的王國背景 這邊特別明講 他需要 V3的時候才可以獲得 官方你在開玩笑嗎 V3的話差不多就是 換算台幣或美金的話 台幣就是1000嘛 美金差不多就30幾塊 對 官方真的是 賺財報呢 我真的覺得很扯耶 因為我覺得這種 背景的東西 感覺就是你要讓 一些 小玩家們也可以獲得吧 並不是說我背景然後我 跟你限制禮包吧 我覺得這樣真的超級奇怪的 賺財報之餘麻煩 一些重點的東西 我希望是可以顧及到各大玩家 雖然很多禮包我也會課啦 只是我覺得這樣子不太妥 OK 接著王國音樂大廳這邊也有新增專輯 相關的專輯就是要用水晶買 就是把你的水晶噴乾 最後點數商店這邊有新增的藍莓派餅乾靈魂石 那如果對藍莓派快攻隊伍那個噴噴隊還有興趣的玩家 或者是競技場還可以用的話 可以換一下啦玩玩看 然後再來競技場商店這邊有新增了這個 龍珠餅乾等級的靈魂石 但是它是在首格的商品 所以上古傳奇 跟史詩 還有這個應該我記得是會 互相衝到啦 好像 彼此的機率會降低好嗎 因為新增了龍珠靈魂石 我覺得官方這塊真的可以大方一點 你要的話你就是新增了一個什麼龍珠的 石頭放在那邊讓玩家們也可以換 史詩隊也可以換嘛 上古傳奇也可以換 因為真的有課金的玩家基本上他不會覺得怎麼樣 但是你就是要讓其他小玩家們有誘因 就是我每三天 我一樣可以在競技場換到這些餅乾的碎塊 然後他可以慢慢劈出一個餅乾 然後 進而增加玩家們想要打競技場的一些 就是 條件吧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好啦那以上的話就是5月18次龍改版的更新公共內容 到時候改版日當天也會來開直播 就跟各位玩家來說一下 影片就到這邊感謝大家的收看 歡迎玩家們就是來留言講一下你對於這次改版的想法 我的想法很簡單 既然你可能官方每一期真的都要固定出這種什麼 上古傳奇史詩啊或者是龍珠之類的東西 你就要把基本的素材 給大部分玩家該有的東西就要給到好 那你知道天天出我相信多數玩家沒意見 但是如果像剛剛就是可能你連更換王國背景的東西都需要買V3的禮包 我真的覺得有點小小的不太妥當 好啦 我是翁蹦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